我是蛮shock的 就媒体的报道 我自己非常的困惑 说我所知道的陈前总统 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这个报道属实 那我必须承认陈前总统 是我的陌生人 感叹一起在总统府内 打拼八年的阿扁前总统 已经让他越来越敢陌生 这场震惊全台的喜全风暴 吕前副总统 努力说服自己 相信阿扁 那陈总统昨天他很强调 他个人没有贪污 没有这个国务计划 没有放到个人的账户 这两句我听进去了 所以他是不是也在 映含着他要跟其他的人切割 宁愿相信扁无罪 但身边家人又如何 吕秀莲听出阿扁的弦外之音 很多事情非得无处征 才有办法说明 我觉得作为被告 是有接磨权 法律给他接磨权 但是我想前第一家庭 不是普通的被告 他所涉及的现在的家务 已经是重大的国家大事 而且在国际上是很大的 伤害很大 所以我也许比较大胆的 陈前总统夫人 我拜托你为了台湾 能够早日稳定 然后对从个疑忆 能够大家可以赶快平静下来 是不是拜托你 把所作所为 能够做一点说明 让你的支持者比较安心 因为我觉得这段时候 真的是不但对你的家人 是一个折磨 对陈前总统是一个折磨 对我们支持者 尤其我在内 我们都是被折磨了 不想再被折磨 吕秀莲站出来呼吁 阿珍讲清楚说明白 办公室的墙上 还挂着阿扁宋的 憨疾不怕落脱 吕秀莲 宁可信扁 不信阿珍